白沙屯媽祖已經在昨天展開九天八夜的景鄉 今年有將近十八萬相登獎相隨 有信眾發現疑似有人將補給站食物 直接丟在地上 心疼太浪費 另外 彰化先前遭撞的 陳姓三姐弟家屬 期盼白沙屯媽祖能繞過來醫院 為姊妹加持 白沙屯媽祖來了 鸾轎進到臺中大甲市區 信眾就等這一刻 準備弄丟腳 鄉登獎一路跟隨 排成長床的人籠 綿延好幾公里 苗栗白沙屯媽祖進鄉 十八號展開為期九天八夜的行程 沿途有不少信眾設置補給站 提供隨行的隊伍 你盡量拿沒關係 可是不要浪費食物 他們在走 他們也需要補充自己的體力嘛 那他們可能會背起來 或者是分享給其他人 鸾轎十八號 晚間住家在大甲 接下來會往彰化前進 而先前車禍重傷的深港 成姓姐妹家屬也很期待 目前姊姊申醒後 狀況穩定 昏迷指數已經上升到十一 院方也啟動第二階段的音樂 及VR治療 而妹妹目前的昏迷指數還是三分 由於鸾轎十九號就會進到彰化 家屬希望可以得到白沙屯媽祖的保佑 表示將射點心戰 讓信中一起為這對小姐妹集氣加油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彰化報導